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预祝第十届梦买国际短片电影节圆满成功 2019年的9月 我应友人树青之邀 第一次来到位于长白山池南区的老黑河遗址 山林中规模庞大的石器城堡群落 一眼望不到边际 瞬间 我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树青领着我在一棵打着掉平的老树前站下来 他指着树干上的那片单痕说 日本侵略者在老黑河掠走了太多的森林资源 这棵树是幸存者 树青说 树的一半已经枯死了 可他还顽强地活着 他能活下来的阴游 也许是想让后人记住老黑河 我和树青商定 把老黑河的相关故事搬上荧幕 不屈的抗争是本片的母题 守住老祖宗留下的大山 是本片的故事核心 侵略战争带给中日两国人民的灾难 是本片关于人性科学的折射点 短片的字节 无法还原那段血色的历史 是编剧赵明桓赋予了老黑河这部作品 太多的容量